我 我去石碑后面看看啊 好 哪里跑 相公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不是你们的对手 荆叔 你们拿去吧 放开他 好好好 多谢多谢 文施主 我有一事诚心奉恺 请你答应 什么事啊 我想请你上神龙岛做几天客人 神龙岛 真对不住啊 这几日有药物缠身实在是没有时间 要不这样 改日得空呢 我一定去神龙岛拜会洪教主和大师您呢 那 就此别过吧 那 大师 您先请吧 文施主先请 我还要把这石碑上的碑纹 踏回去呢 好好好 你慢慢躺 慢慢躺 我们走吧 好好好 这边 里面 阿弥陀佛 施主已到了京城 我等该回寺了 承蒙各位大师 一路护送在下回京 在下实在是感激不尽啊 施主一路款待 从山西到京城 那是游山玩水 哪里有什么辛苦啊 若有法源 还请施主到少林仪区 一定去 一定会去的 对对对 一点小意思 一点小意思 施主不可 收下 收下 一定要收下 那就恕不远送了 咱们后会有期 告诉我 请 留步 公子爷 公子爷 您的房间我已经替您准备好了 来 里边请 走吧 里边请 公子爷 您先歇着啊 好好好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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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客气了 公子爷 我 一回到京城就觉得神清气爽 整个人都舒服多了 丑儿 你觉得怎么样 我倒没觉得 不过只要相公你开心就好了 那倒是 上次你来京城啊 是为了复仇 所以走马关花的没有什么感觉 那这样 明天相公呢 就带你游便京城 吃好的 穿好的 喝好的 玩好的 你觉得怎么样 可是 你不是要进宫吗 陪我的好双儿 当然比进宫更重要了 现在呢 事情算是办妥了 也就是大功告成了 我们要不要亲一下 不行不行 你就不能正经一点吗 我很正经的 来来来来 请一下吧 相公 我突然想到 如果那个受得要命的胖头驼 一直跟着我们怎么办 大师们都走了 我怕我们两个会抵挡不住的 我的好双儿 不但武功非凡 而且还冰雪聪明 这样 你在这帮我看着 我呢 把京城书给藏起来 把京城书给藏起来 你都需要 不肯定 这里面的 这是一份 就是帅羊肉 我们呀 我们呀 这是帅羊肉 来来来 来来来 小心点啊 走 困了 不行不行 那我睡一会 好 相公 马车怎么停了呀 这一到京城 这一路上的疲倦 全都冒出来了 这是什么地方 语八 马车怎么停下来了 语八 喂公子 请下车 我们主子请你去喝酒 你们主子是什么人啊 你见了就知道了 相公 我先下去看看 好 你们主人是谁 别说这么道 跟我们走吧 小宝 别打了 都是自己人 好老婆 好老婆 我刚叫那些人 要找的是你 抓了我们也没有用 后来他们没有找到你 张老三就把我们给放了 刚才那些人 是我派来请你们喝酒的 可能理数不周 所以你们才打了起来 没事 是 他们都是你打倒的吗 你的功夫进步得这么快啊 哪有进步得那么快 是双儿为了要保护我 才想到身上的 奴婢双儿拜见少奶奶 你你叫我什么呀 我我不是的不是的 可是 可是刚才相公叫你老婆 奴婢是伺候相公的 你三人是奴婢的少奶奶 你别听她胡说八道 你跟她的时间还不长吧 还不知道她的习性 我叫方怡 也叫我方姑娘就好了 奴婢不敢 那以后再改口叫少奶奶吧 以后再说吧 好了 我们坐下来 边吃边聊 对了 那我的好妹妹呢 这么久不见 也不说点正经的 记耍贫嘴了 我要是早知道 是你让我来啊 我恨把她插上翅膀 飞过来啊 你早就忘了我 所以自然想不到 是我请你来喝酒 谁说的 我可是一直都想着你的 要知道 是你请我喝酒 别说是喝酒了 就让我喝马尿 喝毒药 我也是随船随到啊 瞧你说的 一会儿会来一艘船 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 聊聊天 说说话 你说好不好 好啊 就算是去天涯海角 我也陪着你啊 来 那我们干一个 来喝 都干了 来 相公你少喝的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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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公心情大好 来来来 再当上再当上 来双儿 你也喝 双儿姑娘 我敬你一个 不敢不敢 双儿敬少奶奶 小宝 你哪来那么大的福气 使了什么妖法 拐到了这么漂亮 又武功了得的好姑娘 哪有什么妖法呀 双儿是心甘情愿跟着我的 只想当初你也是心甘情愿 心甘情愿做我的 好姐姐的嘛 我还以为你又下矮打了呢 你们沐王府的人啊 早知道我一个都不救了 哥哥忘恩负义 背叛恩公啊 你听不出来 我是在开玩笑的嘛 我这张嘴啊 没没有正经的时候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我自罚一碗 自罚一碗 是我该敬你 双公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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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公 你终于醒了 宋儿 你昨天晚上喝多了 我记得我没喝多少 相公 可能是 见到好老婆 这心里高兴 一高兴就喝多了 我们这是 在船上吗 嗯 嗯 咱们这是到哪儿了 会不会走得太远呢 你不是说 要陪我走得远一点 说说话聊聊天吗 呃 是是是 嘿嘿嘿 那是什么岛啊 好漂亮啊 船老板 哎 来来来来来 来了 嘿嘿 哎 姑娘 有什么吩咐 前面 是什么岛啊 哦 那是东海中有名的神仙岛 据说这岛上啊 有鲜果 吃了 能使人长生不老 只不过啊 是有福之人 才能吃得到 呃 姑娘不妨 上去试试运气啊 小宝 我们去那个岛上玩一下 好不好 好啊 要是真有福气 可以长生不老 那我每天陪着我的好双儿 和我的好老婆 一起快活的生活 直到永远 哈哈哈哈 好 程老板 哎 我们就去那个岛上 哦 好好好 啊 哎 双儿 嗯 双儿 我们走吧 哦 双儿不去了 相公就跟方姑娘一起去吧 我想留在这里休息一下 嗯 那好吧 我们马上回来啊 嗯 走 哼 话说回来 这里还真是不错啊 呵呵 可是走了半天 也没见到什么什么仙果啊 呃 再往前面走 就应该能看见了 哦 哎呀 看来 这里是个无人岛啊 要是这个时候 船走了 那你还非得 这样给我做老婆不可了 又胡说八道 好老婆 看来仙果是找不到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免得双儿担心啊 走 哎 快回去 快回去 小宝 你怎么了 我看看 我把你切出来吧 哦 我的脚 你也中毒了 哎呀 你们怎么感到这种屁方了呀 啊 你们难道不怕死吗 啊 啊 我救命了 来来来 先救我的医生 好好好 哎呀 去 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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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好了好了 公子 你终于醒过来了 嘿嘿 啊 来来来 快把这颗解毒丸吃下去 吃啊 来 多谢这位大哥的救命 好好好 我那位姐姐现在如何 她也没事了 她现在在别处歇息 有我的内人照顾着她 那就好 多谢 你们怎么这么大的胆子 赶到这个神仙岛上来 传老大说 这岛上有仙果 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既然有仙果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是啊 这个船老大 他不怀好意 不好 我的朋友还在船上呢 那船三天前就开走了 三天前 你在这儿已经昏迷了 三天三夜了 这可怎么办 请问公子尊姓大名 我叫韦小宝 不知道这位大哥您怎么称呼 碧人姓陆 名高宣 好名字 陆大哥真是人如其名 品位高尚啊 我一看到你为公子啊 就知道 你必是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 我这里倒有几幅字画 可是不知道能不能入你这个行家的法眼呢 还请韦公子见赏 公子请吧 请去请 好 这是一幅山水 韦公子你看 画得如何呀 哦 好 好 这是一幅历书 韦公子 看写得怎么样 这幅字 有别于其他的 很特别 很特别 这里还有一幅狂草 还要请你指证啊 这幅字不行 你看看 这几个字墨干了 它也不沾墨 还有 这几条细线 它拖来拖去的 它也不擦干净 还有 这两个字 跟着连在一起了 这拖泥带水呢 难以辨认 不好不好 我这里还有一幅古文 鱼兄猜书学浅 不认得一字 还请 梅小宝公子 给我指点一二啊 我来看看 这几个字啊 我还都真认识 我念给你听听啊 神龙教洪教主 神通广大 仙福永享 寿与天祺 好字好字 谢天谢地 你 你果然认得这些字啊 我瞎掰的这些话 他怎么听着这么高兴啊 我要把那石碑上的飞碗 踏下来 好好好 你慢慢地 慢慢地啊 不好 胖头驼在哪里 你现在既然什么都知道了 我就要你 把这些所有的字 给我一字一句地译出来 你先把你的名字给我写出来 老子什么字都不认识 一个字也不会写 什么红教鼠仙福永享 兽与天祺 那都是老子信口胡吹 骗那个胖头驼的 今天老子被你们抓住了 要杀要管心情遵变 要老子写字 下辈子吧 原来胖头驼上了你的大档啊 可此事我们已经禀报教主了 你你这个可恶的小贼 你害人不浅哪 我掐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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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我们蒙骗教主 现在人人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死之前还要受那无穷无尽的折磨呀 我掐死你这个小贼 我掐死你 我 我掐死你 你在吗 你 嘿 嘿 嘿 暂时还在 哎呀 快要不在了 见开 嘿嘿嘿嘿 我早就该知道这痞子是在胡说八道 哎 偏偏是我谈谜的心窍 还想立什么大功以求自保 嘿嘿嘿嘿 没想到死得更快呀 你只是一个光棍汉呐 我陆某是一家八口 这下尽数要跟着我一块丧命啊 哎呦 教主说 一个时辰后 他要见微小宝 一个时辰 哎 好 咱们就死马荡着活马医 嗯 嗯 啊 嗯 千载之下 原有大清 嗯 嗯 千载之下 原有大清 嗯 嗯 东方有岛 神龙是名 东方有岛 神龙是名 嗯 嗯 好好 教主洪某 得蒙天恩 威灵夏季 批赫威能 嗯 哎 哎 啊 嗯 教主洪某 得蒙天 嗯 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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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下蛋 也能杀鸡 住口 嗯 我陆某一家八口人的性命 就系在你微小宝一个人的身上 哦 微小宝 你给我听好了 切无儿戏 好好好 你把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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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蛋杀鸡 哎 再来一遍 是这样的 威灵夏季 批赫威能 威灵夏季 批赫 威能 批 陆先生 你的圣天丸给我一粒吧 啊 差不多 活不了了 这 哎呀 这圣天丸只要一入口 马上就棄绝 嗯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千万不可服用啊 我知道 我也希望 被而不幼 哎 二位也不必绝望 我尽量被就是了吗 啊 这 嗯 呃 千载之下 原有大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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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萝语 宣华 宵天丸 京萝语 弓人如此的漂亮 皇宫和立春院当中 都没有这样标致的美人 可惜这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大家都起来吧 谢教主 参见教主 公读此恩普照 威名四方 洪教主宝訊 众生巁信 何昌昌 危险天下无比人 黑龙使 时间已到 快把经书承交上来吧 启禀夫人 京城传来消息 已经查到四本经书的下落 不过此事十分记守 属下派到宫中的六人之中 已有邓炳春 柳燕二人殉教身亡 属下恳请教主 再宽限些时日 那个小子 你过来 夫人教你呢 快上天宫敬行礼啊 我 对 就是你 去 去 去 快去 教主和夫人先夫勇响 寿宇天启 你这个小子还挺聪明的 是谁教你在教主的后面 加上和夫人三个字啊 教主有夫人相伴 这寿宇天启那才有意义嘛 否则再过个两百年 这 夫人您生了天 那教主岂不是寂寞得很 小子 我问你 你是不是遇见过一个叫柳燕的姑娘 她还教过你功夫 是 那是柳燕阿姨 她是我叔叔的老相好 我叔叔这个人 可有钱了 这花起情来如流水一般 柳燕阿姨特别地爱她 她还经常半夜来我们家呢 我还看到过 她们两个抱在一起亲嘴呢 对了对了 柳燕阿姨特别喜欢穿一双红色的绣花鞋 就放在床边上 黑龙石 你听见了没有 你派去的人 不但没有为教主做事 还做出了这样的勾当 属下独讨不利 罪开万死 恳请教主 夫人 网开一面 让属下将功赎罪 将功赎罪 你有何功劳啊 夫人 教主 属下这么多年来 一直跟着您出生入死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啊 教主 难道你对我这个 老部下老兄弟 不念一点旧情吗 在我们教里 老朽糊涂的人太多了 是该清理清理的时候了 教主宝训 实责戴心 见不无敌 无事不成 还是年轻的教徒 比较忠心 我们老了 是该死了 拿来吧 是哪个教徒 竟敢忤逆教主 竟敢忤逆教主 是我 夫人 你操练这个阵法 已经有几个月了 无非是想对付 我们这班老兄弟 五彩神龙 是我无根道人杀的 你想对付我 何必连累旁人 教主待你不薄 封你为赤龙使 乃是教主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职务 你倒好 竟敢要反叛 忠于教主 绝无二心 夫人 此言差矣 白龙使 你有何高见 高见不敢 属下 是觉得不公平 属下追随教主 二十余年 我们为教主 拼命之时 这帮小娃儿 还没出事 听什么说 我们反叛 这些小娃儿 没有功劳 那我也才二十多岁 你的意思是说 我也没有功劳了 没错 夫人确实没有功劳 创建神龙教 乃教主一人之功 好 很好 今天 我累了 青龙使 你的刀法了得 今天 今日 夫人 陈龙使 教主 你残杀创教兄弟 想不到也有今日吧 那也未必 教主 诺大一个神龙教 弄得支离破碎 到底是谁种下的祸种 你总该清楚了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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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刀刀 你怎么了 你 你没中毒啊 我 我没有啊 我 没有 来 陆先生 你没事吧 平龙使 你用的是什么毒啊 可惜 功败吹成 你一定是在冰刃上抹了这个百花辐射膏 这百花辐射膏啊 一遇到血便会生出一股浓香啊 这股浓香一遇上雄黄酒 就会使人金骨酥软啊 我们为了臂舌 每天都喝雄黄药酒 你没有喝 所以你安然无恙啊 青龙使啊 看来你是早就有准备啊 你大概三个月没有喝雄黄酒了吧 洪暗通 今天就 杀了你 徐雪亭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的眼睛 你的脚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你身体的血 已经快流干了 你看看我 生得好不好看 你好看 但我不该多看 对了 北公司 这 这个洪教主 十分恨毒 等他的毒性散去 他一定会把大家金属杀死 连你也活不成啊 微兄弟 你快去把洪教主和洪夫人杀了 陆先生 你的想法 倒是和我一致 好好 刀借给我 微公子 黄夫人 是狐狸精 你千万别看她的脸 更不能看她的眼睛 你看我生得美吗 我不看 微公子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里 有你的影子 像你这样的美人 我还真是下不了手 不过 不过 你的老公配不上你 我先杀了他吧 好哥哥 你 千万不能杀教主和夫人 侯妹妹 侯妹妹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家有神龙教了 千万不能杀教主跟夫人 这些老头子 早就恨死我们了 你若杀了教主和夫人 他们必定将我们这些年轻的斩棘杀绝 好妹妹 你不用怕 这些老东西 他们不会杀你 应该会给我这个面子 教主和夫人 给我们服了毒 旁人是没有解药的 我要杀了教主 我的好妹妹 就会死 罢了罢了 就算教主 要砍了我的头 我也让她砍就是了 好哥哥 这 陆先生 这教主和夫人 杀不得呀 千年诗碑上写得好 这教主和夫人 先浮勇响 授语添奇 我又怎能立天而行呢 这碑文是假的 这怎么能作数啊 谁说碑文是假的 你切不可说这种犯上作乱的话 陆先生 您有没有那个百花什么什么高的解药 快拿出来 让教主和夫人服下吧 唯公子 你过来 没事 你过来 你见识高超 果决明段 我很欣赏你 我很欣赏你 我愿意 做你的接应人 让你即刻入教 教主 你看 为兄弟立下这么大的功劳 我们 是不是要派他一个什么职位啊 白龙使叛教伏法 小兄弟 我任命你为白龙使 哎 在下以前行走江湖的时候 就被称为是小白龙啊 所以 这是上天安排好的 要不然 怎么会那么巧呢 哇 唯公子 我们教主金口已开 一言即出 绝不反悔 哦 应该是 一言即出 什么马都难追啊 四马难追 对对对 四马难追 四马难追 唯公子 你可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啊 现在 就算让你做了白龙使 一旦他们反悔 对 想要杀你 那随时都能要了你的命啊 哎 眼前这死掉的白龙使 就是前车之箭啊 唯公子 你赶快把洪教主 和洪夫人杀了 我们大家 用你为教主啊 你 对 我们奉为教主号令 忠心不二 对 为教主号令 奉心不二 这神龙教的教主 是何等的神圣 何等的尊贵啊 我是绝对做不来的 各位兄弟 要奉我为教主 这不是 要折我的福分吗 而且 还有一点大理不道 哦 这样吧 教主 夫人 不如大家言归于好 今日的仗 大家都算了 这 陆先生和青龙使 冒犯了教主 还请教主 您大人有大量 不要处他们的罪 好 白龙使 劝我们 合中共济 既往不咎 本座 加纳忠言 今日听上 所有犯上作乱之人 本座一概既往不咎 好好好 还请教主和夫人立个事 我苏全今后绝对不会追究今日之事 如若追究 我便会深入龙潭 为万蛇所示 够了够了 我红安通 日后若向各位老兄弟清算今日之事 我红某深入龙潭 为万蛇所示 好 好好好 五根道长 你意下如何呀 只能这样了 红教主和夫人 今天当着众人力士 对今天的事 既往不咎 我们又何必烦他 红教主 本来就是我们的好大哥 文才武功 更上我们十倍 我们拥护他当教主 援我二心 唯公子 解此毒甚为容易 你到外面去咬一瓢冷水 喂给大家喝下 此毒便可解了 好好好 教主 夫人我先去了 旁边你等着我啊 快好了 來 凯饭 畜生 你瞧她 孙子 郭高萱 你瞧她 这么快 战得抵抗你 今晚 这三颗是天王保命单 你给青龙使服下 谢教主大恩 本教主说了 今日之事 全都既往不咎 众位兄弟 也不得因今日之事 相互寻仇 为者重罚 解读的教主之事 白龙使 夫人 听说 你在五台山看到的石碑上 刻有重要的文字 是真的吗 请禀教主 夫人 属下拓的碑文在此 打开来看看 是 曾想想你才似风流 我是那天香红袖 曾想想你该是英勇 我为你几股温柔 渴望与你 尽其是秋 渴望共你 月满西楼 渴望陪你 共成名就 渴望有你 无仇温柔 你不是我从想想家的大英雄 既不潇洒也不优秀 偏偏偏被你的怀疑的好引游 死心塌地为你哭给你走 你不是我从想想家的大英雄 既被王子也被高手 恰恰被你的家 你的真迷惑 今生今世长相守所求 你不是我从想想家的大英雄 既不潇洒也不优秀 偏偏被你的怀你的好引游 此心塌地为你哭跟你走 你不是我从想想家的大英雄 既非王子也被高手 既非王子也被高手 恰恰被你的家 你的真迷惑 今生今世长相守所求 你不是我从想家的大英雄 从想家的大英雄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